农历七月一般我们说是车市的淡季 不过这个时候反而是车商他们秀新品的最好时机 因为英国顶级车的品牌宾利 在台湾是一口气发表了两款代表座 定价都在一千万以上 那么另外一个车市焦点就是麦拉伦的概念车 预估会突破台币一亿元 宏帝试驾展现宾利车绝佳性能 五位农历七月车市淡季车商登台抢客 依次发表两款千万等级奢华名车 豪华运动轿旅GTV8S最大马力528匹 最高车速309公里 售价超过1200万 带标速感的车身线条 独特8字形排气围管 另一款四门轿车星座 售价突破1100万 锁定的是尖端客群 同样来自英国天王超跑P1 引进台湾才不久 又要推出战斗化赛车 备受国际车坦注目 超大固定尾翼P1 GT2草图网路现身 今年将打造概念车 2015年有望正式亮相 从零加速到300公里 只要16.5秒 预估售价将突破1亿台币 顶级车大战 蓝宝尖尼不落人后 秀出新一代战区 碳纤维加铝合金 打造1270公斤超轻车重 预计2015年蓝宝尖尼的赛事中 将会出登场 千万名车纷纷亮相 房车跑车一应俱全 全球顶级车市场也将在线拨栏 东森陈云新闻综合报道